记者肖宇涵台北报道,孟耿如在台市,东森高塔公柱中突破一网尺度,以与上南下的姿势又吻又摇笑鲜肉立晴天,还要被众人扛起台走,第一次被台时,他放声尖叫,笑说,这场戏我们根本没在接吻而是牙齿撞牙齿。 两人一致认为这次吻戏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场,除此之外,剧中孟耿如还未追车冲到路中间,演出险些被击杀的车子撞上,他和车子距离仅差十几公分,孟耿如开玩笑说,如果真发生意外我就提早杀青了。 李晴天透露自己私下也曾被喝醉的女性朋友强吻过,他说,我但当时刚好夹了块香肠塞到嘴里,所以他心到的反而是香肠。 自嘲自己被所吻的谚语经历都很妙,孟耿如,忠,对李晴天,作二,又亲又要,让他满脸都是口水相当惊恐。 东森提供,孟耿如,又,和吉沙的车子距离一度净差十几公分,相当惊险。 东森提供。